黄奕隆版的就比听兵阁版来的不清楚 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听兵阁 黄奕隆版的一半就断了 听兵阁是把它拉的比较长 踏的比较清楚 这是它要表现的 不用客气 粗细弹性弧度都要做到 粗绽静静的写 要点弹性的写 我要拉长的写 皮往旁边歪 纳往右边送 微微翘翘 字 先写一个词 这是它展现的眼尾 然后非常的长 不用客气 有弧度,有粗细 稍微做一点差距 粗细也是要有点表现 粗细弹性 缪的颜布 依然保持超悬碑的特色 非常非常的宽 其实真的是太宽了 还是造型 不要那么吉普帮人家改 那右边的这一个偏旁啊 听兵阁版就很清楚 一张版看起来就 踏的坏掉了 乱掉了 所以像这种字 就换一个版本来参考 小点 北点 又北点 初 初要看 听兵阁版 因为它这下来笔画 到这边是稍微歪过来的 因为它这边还有一个 那这个是很正常 有时候会连起来 但它这边没有连 这种粗的写法在古代是经常出现 所以不要以为是 它写歪了 没有啦 因为王一龙版这里不见了 确实会让人家误解 加弧度加点粗细 点 点 点 哇 再抽到细 上面写的比较扁 右边是接好 左边不连 右边连 这个就是上下 两个多年 那笔画弹上去以后 拉的拉的拉非常的开 拉的非常的开 拉的非常的长 这是它优美的原因 但是 没有很多因此而不喜欢它 因为它做做 拉太长了 言 言 如果你看了我很多次 我只要写到言 我都会怎样 念它两句 像我们写过很多字帖 有时候就觉得 就没有人写这么大 就它写这么大 其实心里还蛮不能适应的 可是又不能改它 你改它 你哪一根葱啊 凭什么装这么伟大的作品改字啊 不是很好笑 所以我们虽然心里不是很满意 我们还是乖乖的 乖小孩乖小孩 好 你觉得那个 就左边就是大了 那灵铁当然就照它 那你如果要创作呢 创就是看了 你想照它就照它 你不想照它就是受不了了 为什么一定要写这么大 你要把它写得比较合理也可以 到没有说创作的时候都不能改 好久没有练习那个 沾末了 你可能说怎么好像菌好几次 都不沾末 我自己都有觉得 这个菌出现次数确实蛮多的 左边没黏到 还写这些书机的时候都会蛮重视 到底是黏到还是凸出去 那像这里又不黏到 如果它不黏到你就不要黏到 那代表说我有看到它这上面上下也不黏 也不黏到 好一件 这个蛋啊 两个B啊 踏的都不好 可是之前公已经出现过 你就照写 它写得很扁 公写得很扁 现在我没有沾末 所以线条偏细 这样讲就代表要提醒自己 那稍微适度的加点力量 有时候那个踏起来 它踏得好轻啊 那你就会认为它全部都细 实际上有时候是因为残掉了 它就会踏轻一点 踏轻一点就比较不会 把那糊的坏的都踏得很明显 好 左翼这里也比较重 这是最后的机会 如果这不加重的话 那这个字看起来就觉得太一致了 再称一个字 还是不沾末 很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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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得很开 细的 王也是有点惨 啊 都没沫了 愿违 强调了愿违 有些笔话真的是接的 有人认为说一气呵成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 是不是一气呵成 很难讲 这个东西多少有点涉及的味道 跟我后来看到的竹卷木卷 不是很相似 这么厉害 你就是什么 这二十年 这个不过来 你差不多 你不是很细的 你不过来